衛生局長陳彥源以及民政局副局長吳坤宏等人 在台上社區媽媽的帶動下跟著一起舞動身體 為了鼓勵市民培養規律運動的好習慣 衛生局延續往年結合智慧科技及集點賽制 推出為期四個月的2023健康大股東 台北趴趴走系列健走活動 邀請民眾一起起步走 我們每個人每天都有在走路 那現在我想很多人手上都有帶著記步器 包括可能是你的手機啊 或者是像我這樣手上有一支手錶啊等等 它會記錄你每天走的步數 那各位不知道有沒有看過你每天走的步數大概多少 像我大概平均大概每天就是一萬步 那一萬步我沒有很刻意去走 就是一下子到哪裡 然後回家買東西啊等等這些 走一走就可能有一萬步了 那各位大概可以推估一下我每天走的距離 那會採用走路這個方式呢是老少皆宜啦 活動設計四大闖關任務包括問答挑戰賽 劍走打卡去輕鬆趴趴走以及台北巡寶去 只要完成指定任務累積鑽石點數 即可換好禮以及抽大獎 首先呢活動一就是我們的問答挑戰賽呢 透過呢我們健康知識的一些問答 讓大家呢能夠掌握身體的流量密碼 那只要呢答對一題就可以獲得一顆鑽石 好那我們看一下呢第二個關卡是我們的劍走打卡去 好劍走打卡去就是希望大家呢可以培養出呢 記錄運動的好習慣 所以我們就從劍走開始慢慢的養成這個運動的習慣 那打卡呢只要呢一次就可以獲得三顆鑽石 好運動呢第三個關卡就是我們的輕鬆趴趴走 透過呢我們健走筆記的APP 我們可以自己規劃自己想要走的路線 然後呢每天呢只要400公尺就可以獲得六顆鑽石 好最後一個活動四呢就是台北巡寶去 我們這一次的活動呢有指定的健走巡寶的步道 所以大家呢只要透過這一些指定的地點 找到我們的穀物寶寶 找到一個穀物寶寶就可以獲得八顆鑽石喔 那鑽石累積的方式就在我們的下面 總之呢就是你完成指定的任務 就可以獲得呢我們的鑽石 鑽石累積的越多你的抽獎機會也就越多 然後我們一共準備了超過30萬的毫禮 希望大家通通呢把它帶回去 現場邀請中華民國健身協會秘書長黃勳龍 示範正確的健走姿勢 呼籲民眾可將健走融入日常生活 從每次10分鐘分段累積做起 輕鬆養成健康好體力 健走有四個口號 那我一個一個來說明喔 第一個就是抬頭挺胸收小腹 為什麼要抬頭挺胸收小腹 因為我們身體往上拉的時候我們核心肌群自然會收縮 那核心肌群有力的話我們走路就會比較穩一點點 所以第一個就是抬頭挺胸收小腹 第二個雙手圍臥放腰部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平常走路手伸直的擺動的力臂越長 其實擺起來越費力 所以我們為了讓健軸比較輕鬆 手肘成90度 我們這樣擺動的力臂比較短 所以擺起來就比較輕鬆 而且不知不覺會變快 因為我這樣擺一次的時間比較久 但是我這樣擺快點 走路的速度就會變快 意思就是同樣的時間 你的距離可以走得更遠 第三個就是自然擺動間放鬆 為什麼要自然擺動呢 因為我們平常走路都只有腳在動 上半身都沒動到 所以我們擺手的時候來 拳頭往後擺到腰部 就可以帶動到我們的胸肌 往前的時候動作不要太大 拳頭到胸口的位置可以帶動到背部 所以我擺一次 胸跟背就運動一次 剛才局長一天走一萬步 我的胸跟背就運動一萬次 所以雖然劍走沒有辦法練大肌肉 但是還是可以調整體態 而且我們雙手擺動的時候 其實我們骨盆會做旋轉的動作 所以連六塊肌 馬甲線其實都可以運動到 最後一個就是 邁開腳步向前行 為什麼要邁開腳步呢 其實我們很自然的擺動 腳自然會踩下去 踩下去各位可以看我的動作 當我們身體往上拉的時候 踩出去會腳跟先著地 但是如果你駝背的話 就是整個腳掌踩下去 這樣對我們腳的衝擊就有很大的影響 如果我們每天走的距離夠遠 走路步數又多的話 每一步減少一點衝擊 這樣累積下來就差非常多 所以劍走有人說比慢跑有效 比慢跑安全 比散步有效 就是這個道理 那我們就四個口號 我們再附送一次 就是拍頭挺胸 收腳腹 雙手微臥 放腰部 自然擺動 肩放鬆 邁開腳步 向前行 2023健康大股東 台北趴趴走系列建走活動 即日起到10月27日 為期四個月 邀請在台北市工作 就學以及生活的民眾 一起健康起步走 養成規律運動 還有總價值超過30萬元的好禮 等您來挑戰 記者臨席會議台北報導